往这个反方向走了 我觉得真的是特悲剧的一个事情 碰到 当时 能懂 有些事我有 然后说了 好吧 我们今天为什么今天要拉到这个地方来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上次去网络下路团跟踪过另外一队 等候是老师 好像是我们的胡老师 还有其他另外一个老师 他们走 然后呢 走走走走走过之后 然后呢我就发现 我们不要进去的话 嗯 我发现胡老师 他当时跟那位老师一起走过来 就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就去了一个地方 跟老师 跟另外一个老师上了楼 可能去拜访他的一个老朋友吧 中午吃完饭没少 而且就比较有劲 但也许吧 不过我这样也发现胡老师的生活 的确是非常的好玩 好吧 我觉得那一项就要做得好事情 你会发现我们又走回头路了 其实我就很想说这个路口 这一个路口 这是登山路 龙岩路的交界路口 您现在我只能看到现在的您画面中的 这一个条路线道呢 是尹老师以及很多同学 他们经常选择要走的一条通道 当然了包括谢飞啊等等 他们习搬车的也会经常的遇到这条通道 当然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重点 尹老师他们 这些老师他们经常去的一家 欢迎店在对面 这家欢迎店叫金块银 哎呀 这家店给我们提供了多少 视觉上的支持 搬了过来 就是人行恩道 这也是人行恩道 这个交叉路口我想都很熟悉 他们回家都需要经历这个路口 很多同事都是往那边走 看来是真的龙族的同学还不少 我们今天呢 还要到最后再过去看一看 其实这路可爱的小点事情 顺着这条路过来 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跟踪过 我的初二的历史老师 他的名字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玩 叫张酒生 但那个酒不是现在我们很网上 经常用的那个酒了 我们的这位张老师 风靴的张老师 下班之后 他们下班回家真的 我觉得以前骑自行车觉得很帅 真的也是挺好玩的挺帅的一个感觉 这样他骑自行车 这样过去过去 这样骑我 上次我是走路的 然后呢我就在这跑 其实我现在也是走路的 然后就在这跟着他跑啊跑啊跑 跑啊跑啊跑啊跑 结果呢 跑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 结果跑到前面 前面 再前面 再前面一边 哪里去了呢 好回来 骑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张老师 哎呀骑呀骑呀 他当时在这边跑跑跑跑跑 觉得几乎是拖了 感觉我们中国考这种题 我觉得倒是挺好玩对吧 这叫做追逐自行车 追逐自行车嘛 我觉得成本比较大 嗯这样跑呀跑呀跑呀 嗯结果呢 我发现我们的张老师过了马路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就迷失了 给错了对不起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时候 基本上就迷失方向了 要不要他跑那里去了 就这样 啊这地方我特熟 主要是那老师 真的 我们张老师 你说骑个骑 走路的是追个骑停车的容易吗 好吧 好吧 现在是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这个 顶百星广场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 是中山路与金环路的交界处 嗯 也许很多同学 上学的时候 他往 他到了这个路口之后 还要继续的往前走 是往他们 心向他能叠的地方 啊 据说我们余老师 也好像是要从这条中山路的 好像没有跟到 好像 好像是吧 还也不少 我们也 所以 我对这个我们俩这个具体 就是真的 我觉得大概就少了 等于时间11点半 今天的我们节目 就要在这儿告一段落了 出来走了一大趟 觉得浑身都湿了 我本来觉得 本来在家的时候 还想穿一件 精实的校服 起出来可能会 可精度高一点 不会觉得是午夜青年 拿了一相机在这里边 举包这举包那的 对吧 像学生 但是我突然想 我们学校怎么连个短裤 长裤都没有 长裤那真的是热得不得了 那个长裤穿出来 回去真的是被人骂 说 哎呀你怎么穿一长裤出去 你这热死你吗 还好 我今天穿的是凉鞋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样 2021年7月6月星期三 希望我们明天能够继续 来逛一逛汕头 来逛一逛我们这一块 来逛一逛我们曾经 生活过的这一片地区 再见 现在车比较多了啊 现在10点半基本上就是高峰了 都是我要回来 哎我补充一下 就充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路口别想看啊 这地方去跟我们精神有一小点关系 基本上每次穿游都是 就是从开着那载巴车 从这个地方弯过来 就是冰岗 从这个冰岗路 弯过来进入金函路 然后就弯到那边去 然后呢再去往别的地方 我们穿游基本上都是 往那边那个方向的 你也知道 哎呀多少次穿游 就是从这个地方 完全可以说是从这个地方 才是的 挺香